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张医师演讲之前 我用几分钟的时间 来介绍张医师 在座或许有许多人 已经听过张医师很多次的演讲 听过很多次的云起 而我今天与我个人对张医师 比较近距离的围观 从他个人的特质 从他的专业的素养 还有原创的精神 一直到今天原始点的公益信念 这一路走来的生命行脚 我们希望能够铺成了在全世界 这么多受益者的身心灵的饗宴 在今天我们透过这样三天的演讲 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 大家的领受 当然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介绍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解释 我们今天来听这场演讲 所生发的那份初衷 更重要能够建构出我们对原始点的认识 他不该只是沦为守法 或者只是理论的一个依将 而是我们感染张医师 他与生俱来那一份真诚跟大爱 这才是原始点可长可久 永续传承的这份人类福祉 画从一场生命交关的人生转折开始 因为张医师的夫人得了严正 她的整个人生样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转折 从她个人那份真挚之情 她的转化成为对世人的一份责任与承担 这么重大的人生面向的改变 端看这事后她对于人类影响 寄生且广而影响的改变跟伟大 这段人生难以抗拒的煎熬与淬炼 从对她夫人间谍情深的真挚之情 升华成对所有众人的大爱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在张医师的秩序里面 他所叙述的这一段 他说 于观念聚会之际 一起内人曾说 我的疼痛因为你找到的开关而大大减轻 相信这些方法可帮助很多严正病人 希望你能继续研发 就是这段话 激励了张医师走出阴霾 所以发愿 这一辈子一定要解决 当今世纪大病也就是严正 以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他人身上 继续重演 当原始点 位置确立后 当今世纪大病也计划 当今世纪大病也计划 自发自立离堂 这是什么样的情操 从他对夫人这段间谍情深的真挚之情 他转化成对所有众人的大爱 换成别人 有可能正在怨天尤人 而或许这是张医师 他与生俱来的天命承担吧 也或许他生性悲悯 他的内心的自然流露 今天我们在座才有这个机缘 在这里相会 大家说是不是 经过常年的淬炼 他把它化为大爱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 创作与发现 它是最煎熬 也是最困难的工作 因为从无到有 这个历程它是漫漫长路 有可能我们耗尽岁月 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那也有可能 他瞬间就会迸发 稍不经意 他还有可能稍重即逝 在各种的心路历程 还有感受是非常人所能灵受 所以张医师在序里面谈到这一段 他讲要找出人体开关 谈何容易 因为每处原始点的位置都必须找遍患者的全身 且经很多案例反复验证才能归纳出来 所以光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就足处花了五年才钻研透彻 在未找出答案前 感觉就像黑夜里一条船 驶进茫茫大海 完全不知暗在哪边 日夜独自一人摸索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却是煎熬无助 但没想到内人命在旦夕 在难熬也要咬紧牙关撑下去 当我读到这一段 感到非常的孤独 也很沧桑 大家有感受吗 若非有过人的毅力跟承担 坚持这份救苦的精神 跟使命 今日我们也没有这么轻而易举 就能学习到原始点的这样因缘 所以 过去有多少曾经被西医放弃 中医又束手无策的患者 他们最终都能够找到了原始点 重新开展出对生命的再发现 以再创造的契机 而这都源自于 张医师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无私奉献 延伸至全世界各角落的人间福音 诚如其言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是医界的一大事因缘 此生何其有幸 能参与其中贡献心力 我心怀感恩 世人今后若能因此受益 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 我们相信每一个手法当中 有我们这份慈悲大爱的精神 与患者的细胞对话 每一个付出的情怀里面 也有无私奉献的公益的元素 浇灌着患者他身心 备受呵护的心灵 如此医病的互动 相信是张医师创立这原始点 非常重要的理想与期许 我相信这也是他的原意 这一路走来的生命激动 不只是医好了患者的辛苦 当然也开创了医学界 久违难治许多的案例 更是原始点毫无常思 毫无保留 利益人类众生的入世本怀 也就是救苦的精神 这不只是我们大家 人人都与生俱来 我们的内在的本心佛性 我们心灵向通 当然受到了鼓舞与启发 也是这样一位不同反响的大德者 除了有智慧 还有如此无私的情操 他引领着全世界所有的志工 我们朝向这个伟大的理想 向前迈进 我们大家是不是要一起加油 我们都要学习慈悲 我们要跟随大爱 一个大德者 他不在乎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利益 他关注的是众生他可以得到多少的受用跟帮助 张医师也不在意自己获得多少掌声 而是关注原始点的研发 让人们真实受用多少 就在这一段 当时说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研发并完善原始点医学 贡献给群人类造福子孙后代 这是什么样的心灵情操 他心怀众生 这就是菩萨 大家同意吗 佛家讲的慈悲 儒家讲的人心 耶稣基督讲的博爱 这就是在原始点 这样子的延伸 完全体现出张医师 开创原始点 他最大的信念 在这当中的喝彩 我们体现了张医师 他本人所肯定的生命价值 与存在的意义 也因为如此令人动容的这份情怀 非常快速的召唤了全世界各个角落 有这样悲悯的有志一同 大家屏息相通 我们串联起这样的一份大爱 我们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大方向 可以让我们朝这个原始点的努力 有一个目标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 但张医师创造在原始点的精神与信念 一般的人都是舍苦足乐 追求快乐 我们不希望痛苦 殊不知 这许多的乐里面 我们造就了很多的因 成就未来苦的果 多数人只为自己 而原始于张医师所原创的原始点 却是以公义为主 走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 这都是张医师他的愿力 张医师日以继夜 甚至不眠不休的心路历程 甚或是偶心力学之作 他是不是曾经引起我们一丝丝的感动 或者珍惜 因为张医师他的毫无保留与奉献 他更希望普天之下的人们 皆能同瞻法意 但凡有一点爱心的人 都会受到如此的精神所感染 而感动我们内在那一份热忱 除了历世救人 又能延续这份难能可贵的慈悲大爱 我们何乐而不为 让我们学习慈悲 跟随大爱 也跟随张医师他的慈悲行情 开拓原始点无限的未来 也转动着一届 新世代的传承与创新 最后 我们原始点不批评任何医学 也不涉入任何政治党派立场 因为唯有中道 他才能恒长久远 让我们最后 共同定义原始点的精神 他的终极理想与未来的愿景 也是张医师一直以来 人心人数的生命行脚 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出来 下面这三点 大家跟我一起念 好吗 好 原始点的精神 公益 胡思 救福 再一次原始点的精神 勞弊 胡思 救福 好 非常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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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